你先拿手问你,哪些人最需要洗茶? 你问我,个个都需要,哪些人特别需要? 你老闭室那些。 怎样?就是老闭室。 我说笑,老闭室即是你根本做,你都想不通的, 你还不去洗,洗完之后你可以改变你自己, 所以不要打人,自己也有份。 其实,什么人需要? 我首先会看一个人的肚子,你的肚子像不像神实, 大不大,你的皮肤,你的精神状况, 很多时候我会看我的眼睛, 眼睛很精灵那些都可以拖延一下, 不精灵那些就增加要快乐。 其实看很多症状, 看有知人,你和他说话, 他们的状态就已经觉得他失了。 所以我觉得, 真的对我来说, 人人都应该可以洗一下, 你当是一个spa, 你做一下。 我自己看得到,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多不够的, 很多人看得到, 生眠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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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心痛, 待会大便又有畅通, 脾气又不好, 又有火爆, 又有抑鬱, 又没有动力, 以上全部都是可以。 是啦, 是啦, 洗了腸就会增加, 免疫功能差, 动些又病啦, 病了又长期都不好啦, 或者是重病啦, 这些。 好了, 我好不可以洗腸啊, 我现在这么病到这样, 还用不可以啊, 通常都答不给他们, 或者问问问问问问, 你们才是专业副断嘛。 其实我最简单的问一句, 你病得多重要都好, 你要不要去厕所先? 答案, 所以刚才有个人问我, 七十多岁可不可以洗腸, 其实, 如果你七十多岁, 你根本都不够气魔, 那你不如帮一帮自己, 清理了他, 好过日后被人抬入医院, 我自己,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, 因为我觉得, 很多人, 真的, 我们有很多是老人家, 是真的去不到厕所, 不够气, 所以其实去不到厕所是不够气的, 那你让他顺回气, 那是另一排。 即是说, 病到多病, 药了多药, 都可以洗腸的? 那要看他有没有能力排, 因为有些人真的没有能力的, 所以, 我们要给耐性去看这个, 其实真的, 如果你是什么病的人, 其实都是可以洗腸的, 你想想, 哪个不需要去便便, 每一天你都要去, 你不去, 你不去, 你还病, 是否越病的人更加要洗得? 最小的可以多少? 没理由两岁去洗腸? 我最小的病人是四岁, 因为当天他发烧, 他妈妈不想他去提医生, 他带他去洗腸, 他说, 好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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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便便的, 你就可以洗腸。 好啊, 那我讲生命的处境, 譬如我问你, 我明天结婚, 今天洗腸好不好? 或者我明天做手术, 或者我应该去见工, 在这些情况, 之前洗腸会不会不妥呢? 如果你明天结婚, 你就太迟来找我了, 今天可以来洗腸, 不过你早一个月来, 好啊, 好啊, 如果明天做手术的话, 我更加建议, 因为你在做手术的时候, 昏迷了, 其实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, 都要醒醒的时候, 你根本没起来去排名, 所以, 在这个最低的伤害性, 其实是可以的, 你弄乾淨, 你自己进去手术, 你干干淨淨,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, 另外就见工, 要看你的状况, 因为有时候洗腸后, 洗腸后会不会很累, 会不会很弱, 虚弱, 那不是虚弱, 那种累是因为, 我们将你的神经系统放松了, 哎呀, 你放松了之后, 哎呀, 我很想睡觉, 那这个是对你有益的, 对呀, 所以见工以前就不好了, 那你见工, 紧张完之后才会来咯, 嗯, 我自己的经验都是, 即是在家可以自己做, 有些气, 那早午晚呢, 我都是喜欢晚上做的, 晚上做完睡觉, 好舒服的, 即是这样, 我自己, 我自己的早午晚都做, 随时我喜欢就做, 我都没有戒限什么时间, 所以什么时间都行, 不过最好做的时候, 最好最好最好就是工肚, 不要太多咬, 你可以吃东西的, 不过不要太多咬, 因为, 为什么呢, 因为有些人吃饱了, 接着他入了水之后, 因为他的腸不动, 因为上面又要做东西, 下面又要做东西, 他会反胃, 可能会想扭, 在那个时间我就觉得, 为什么会搞得自己这么不舒服呢, 不如洗完才享受你的美美的餐, 那些人都常问这个问题, 其实痛不痛呢, 痛不痛, 看看你怎样, 痛不痛呢, 可以说痛, 可以说不痛, 所以痛不痛是你自己觉得的, 还有, 为什么会痛呢, 原因在你自己那里, 比如, 你饮食是很差的, 尤其是, 特别是, 碳水化合物, 我最怕吃碳水化合物的客人来洗厂, 即是吃粥粉面饭, 面包披萨, 鸡干, 因为这些通常都很脏, 脏得, 是塞住了不动, 是不动的, 而且比较多气, 这些就会很辛苦, 第二就是吃肉多的人, 吃肉多的人, 它又比较硬的鸟肠, 偏干的, 一个是脏, 一个是肝, 一个是硬, 所以, 如果要两个人, 一个选比较好一点, 因为吃肉好一点, 因为硬的东西, 它有点软, 脏的真的很难搞, 很新, 它是缽住, 因为它的气度, 所以如果一定要让我选, 我都会觉得, 如果我早一晚, 我会叫它減食碳水化合物, 例如粥品味, 飯味包, 这些就吃少一点, 而且最好不要就是吃完, 马上喝东西, 因为你会脏得更加厉害, 其次, 最好就是吃生, 吃生的纤维多, 水分多, 它会帮你, 它会帮你排得好很多, 水黑我都很喜欢, 我很多时候, 我断食, 我只喝水黑, 大量喝, 你会发觉, 帮你排得非常之好, 最好就是自己帮自己按摩, 做按摩不是一定要用手做的, 用力做的, 用力做的, 用力去帮自己的按摩,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, 按完之后, 你可能排得好, 然后你自己很多, 谷住那部气的气, 又会排得出来, 上又放下又放下, 你会觉得, 为什么我突然瘦了那么多, 你不是真的瘦了, 不过你觉得自己瘦了, 你觉得自己轻了, 你不会觉得自己肥, 就算你肥也好, 你不会觉得肥, 所以, 瘦的人为何瘦的人都要减肥呢? 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脏, 所以, 当你懂得如何处理之后, 你会觉得自己肥, 不是在自己身边处理。 有些东西是否不问题呢? 对不对? 刘哥, 你都说你自己生活得多健康, 那你又断食人可以一万日, 还要洗照, 你怎么回答我? 嗯, 那你这家屋, 那家屋都有非用把数的, 那一年, 一年中, 它都会离开香港, 你自己之后, 它走了之后, 哇, 你会觉得那家屋会不会那么脏? 所以, 你这家屋, 天天有得去, 吃得很健康也好, 你的身体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未排出来, 包括除了物质上的毒素之外, 情绪的毒素都未排出来, 所以, 我会, 我就喜欢排下了, 因为去洗腸是一件,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事, 我经常都觉得, 不懂洗腸的人, 是没有一个大开心, 嗯, 是的, 即是说出来, 那些人都很难相信, 原来洗腸是一种很大的享受, 初初有些人, 我自己见到那么多, 因为那些人反应给我听, 我又问他们, 就, 十个呢, 我看到那些, 七八个, 一点都不同, 间中有一两个就说痛的, 他们都有几个问题, 一个就是他们很病, 第二个就是他们很紧张, 你现在很紧张, 我收缩过来, 那么, 磨擦就会痛, 不是, 其实, 他们很紧张, 和很病的人, 通常, 他们都会对这个过程抗拒, 当你越抗拒, 就越辛苦, 所以, 你只要不抗拒, 其实, 你真的会很享受, 所以, 就, 他在这里, 就是, 还有电视体, 还有电视体, 有件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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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最有趣的就是, 很不差, 应该是, 你应该变得一样, 你应该变得一变, 你突然有一点要移动, 然后呢, 几多秒钟? 五秒钟就来, 好了, 咱们, 你不够地是, 鱼这些, 哈哈哈哈